杜漫犬 waiting for home 杜漫犬的名詞對很多人不密信 但其實未必很了解 導演找我時 他會問 如果我想你做訓練員 不如你去讀蠻犬協會實習一下 但今次我真的花了很多時間 大概早兩個月前 我想一三五 每天四個小時 跟著職業的讀蠻犬訓練員 阿謙花很多時間 去上課 去怎樣處理這隻狗 學會後 狗埋牠 就算跟牠不熟 狗已經知道牠的方法 就會很順賴 我覺得整個過程 我開心都很感動 很多時候 很多人都說拍狗仔 NG有多少鏡頭 是 是真的NG了很多鏡頭 不覺得是一件苦事 每一個時刻 或者早上見到很多狗仔 牠們很乖 很樂天地陪你開工 就算 其實我們整個組織 拍攝 很多人都覺得 拍電影一定很急 很粗魯 粗口懷悲 那些環境 但這次 大家都斯文 大家斯文 男人又好像很有愛 NG很多都笑口細小 我覺得狗仔的威力 威力小動物威力極強 但我都很慶幸 最後都是這群演員幫我 做這部戲 大家都是 很有愛心 很喜歡動物 Cigi很疼狗 牠亦是一些 狗協會的代言 好像Charlie 我其實找Charlie談的時候 我都會擔心 為何我怎樣跟這個演員談 剛巧在香港 我作為一個導演 去見一個演員的時候 你會預計演員跟你說 我的角色應該怎樣 我去到牠已經看了劇本 但牠不跟我說 劇裡面 牠跟我說究竟 我跟牠去了深江漫遊學校 去看視像人士 各樣 去看牠的生活 看牠的動作 另外就是 我會跟牠去見一些 盜蠻犬的用家 包括盜蠻犬協會的副主席 曾先生 我們聊天的時候 我就說 你看著曾先生 一個視像人士 怎樣吃一個西式的早餐 而是吃到這碟很乾淨 一開始 沒想過什麼社會責任意義 純粹我一個演員 有個演出機會 我好好演出 但拍完之後 多了一點點了解後 反而覺得 是否香港的導盲院事業 是否可以 作為香港演員的我 是否可以出分力 其實這一年多了 多了很多電視廣告 和很多活動 因為其實他們訓練 一陣動蠻犬需要20萬 這麼多 但其實配給視像時是免費的 你這樣聽 你會覺得很有意義 之前我做訓練的時候 我都帶過導盲犬 進去超市場 沒有經過申請 但你下人去的時候 你都會看到 有很多人說 就覺得 為何 就有隻狗進來 他們沒有接受 是的 他們也不知道 怎樣分 導盲犬 和不是導盲犬 你懂得 所以 我自己也感受到 如果作為視像時 在環境被人拒絕 是很 很傷心 很尷尬 是的 所以大家認識多點 幫忙多點